小兔小兔轻轻跳 小狗小狗慢慢跑 小兔 谁呀 我 陈 veramente dry 你妈没在家 我妈妈刚出去了 陈儿你是来见了 快想你的 过来看看 你看你这孩子 太用功了 这回家了 赶紧好好休息休息 这马上就回来练琴呢 你啊 以后肯定有出息 婶儿 您别夸我了 这样压力太大 我要是学不好的话 都没脸见你们了 看你说的 哪能啊 听婶儿都没错 像你这么拥工的孩子 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 婶儿 刚才那段 我总是拉得不流畅 您坐着 让我再琢磨琢磨 那个 晶晶啊 婶儿跟你商量点事 你说 你甲鹏弟弟啊 星期一就要期中考试了 这会儿啊 正在屋子里的复习功课呢 那个 你这儿一拉琴吧 他老跑婶儿 婶儿跟你商量商量 要不然你出去拉去行吗 行 这孩子真懂事 让我甲鹏弟弟好好复习功课 我现在就出去 好好好 这么着 来 拿着 我不要 想吃什么买什么 我不饿 我刚吃了饭 今天不满留着以后用啊 你要不要的话 婶儿不高兴了啊 谢谢婶儿 那行 那婶儿就回去了啊 这孩子真懂事 走了啊 婶儿再见 娘 哎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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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 母亲 娘 儿子 娘 精神 苦乐 妈 琴姐 civ 快起来吃饭了 这孩子就好 一回来就睡觉了 是不是在学校里学习他累了 没有啊 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丁丁 赶紧 起床吃饭了啊 吃完看再睡觉好吗 妈 我不想吃了 我想睡觉 我冷了 再给我盖床背吧 怎么还冷呢 可烫了 发高超了 妈 来看看 还真挺烫的 太烫 快看 赶紧赶紧送医院 快快快快 我去把这开到院门口来 你赶紧收拾啊 好 好 你快点啊 晶晶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这两天练琴练得太累了 没事 我要是今天去公园练琴 风太大 着凉了 你干嘛不在家里练呢 干嘛去公园练琴呢 你因为小房弟弟下周一 就要期中考试了 乔婶说怕我影响了他复习 所以就让我去外边练琴 我就去公园了 什么 赶紧走啊 还磨蹭什么呀 来了 来了 老两口出去留弯去 昨晚跟你爸念的 说邻居龟大姐买点衣服好看 你爸非要给我买 我说不要 他非要带我看看去 看你们老两口这恩爱劲啊 真让人嫉妒 妈 那你发现没有啊 你跟张叔你们俩现在是 越来越有夫妻相了 真的 一会儿说话 行 赶紧走吧 张叔 你可一定给我妈买一件 比那个锅水还好看的衣服啊 你放心吧 你怎么无法打发 没有啊 再次 这些时候 那我自己拒绚了 就叫我 我去哪里 你怎么有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二 干嘛那么大事啊 三 四 怎么回事啊 我儿子在里头复习功课呢 你还知道会影响你儿子复习功课呢 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好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太可笑了 我昨天连见都没见到你 我怎么得罪你了 好 那我告诉你 昨天你趁我出去 把我女儿治出去了 让她在大风地儿里学情 回来就发高哨了 我跟她爸陪着她上医院 折腾了一晚上 脑子差点给烧坏了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你干嘛冲我孩子撒气啊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我就是找晶晶商量商量 人家这孩子他懂事 他自己出去的我没逼他 再者说了 那后来刮风我也不知道啊 那老天爷归我管啊 我让他刮风他就刮风 我让他下雨他下雨 太可笑了你 我看你就纯心找茬 行了 你别给我立个弄的 你一天到晚戴着个假面具 你假猩猩的眼心你累不累 乔宁红 不就是因为咱们上回开超市没开成 你觉得你损失了三万块钱 你心里不平衡 你想报复我对吧 我可压根就没那么想过 你那么想了是因为你自己理亏 对 你个卑鄙小人 谁小人了 你 我小人是吗 你 好 五六七八 我告诉你啊 咱俩是有过节 但你别背后使刀子 你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过节你冲我来 你别冲我孩子 你要是敢冲我孩子 我对你不客气你知道吗 何雨梅 我告诉你 你别血口喷人 别指我你文明点 你别胡说八道 你别再指我啊 告诉你 我敲敲红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你自己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最清楚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把这玩意拿走 要不然我砸了他你行不行 你试试看 这可笑 走 妈 婶 你们别吵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着凉了 你们别再闹了行吗 你出来干吗 赶紧回屋去 伤害没退呢 赶紧回去 行 何雨梅 我今天看到晶晶的面子上 我不给你记住了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咱俩没完 会展花卉的布置合同 我已经签订下来了 接下来啊 就看我们大家的了 我希望我们全力以赴地 办好这个展会 小苏 在设计上 你就要多费些心了 要把你的设计水平拿出来 尽快地通过和实施 放心 明天我会加入设计方案 周莉 嗯 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两个人也得分分工 这次花卉的品种需求量比较多 供货商呢 我想多选几个 哪一家价廉物美 我们就选哪一家 还有装饰效果等的应用和配合 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要做的 小敏 我还是跑供货渠道吧 主办方那边我又不熟 还是你去 嗯 好 那其他的就我来办 我希望 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把这次部展工作 做得有特色 有影响 为我们今后的发展 打好基础 我们的口号是 直许成功 不许失败 好 你们谁要是给我掉链子 我就找谁负责 你们谁跟我去花卉市场 我 要不你不去 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行 那赶紧上车 五言半经理还用车呢 高飞 你可算了那个时间 别耽误了经理的用车 放心吧 走了 好 插着腰在院子里头跟我喊 诬陷我 说我什么 故意的 要拿他家孩子出气 我哪是那样人呢 这几天我都 吃不下睡不着了 我这气还没顺过来呢 妈 我真的想跟他打一架 您说这个事啊 我脑子就大 你就给我省省心吧 这毕竟是老张姐院子 咱们是外来户 不是为了省点钱 搬到一起 互相有个照应吗 按说呢 我和老张是夫妻 夫妻本来就是一家人 可他们就不认这个理 他们现在还不认你们 行了 不认拉倒了 咱不逼着他们认 是不是 对 都在一块儿住着呢 他们犯婚你崩离他们 这玉梅还好对付 就是这个廖敏 廖敏 她又出什么事了 那倒没有 跟你说 你跟我说了一话 我就仔细观察了 好像有这么点不明不白的意思 你爸就拿她当宝 出出巷子 我心里可不得劲 有的说半夜三更啊 我自己醒了以后 一抹脑袋 一头的冷汗 你妈 这廖敏啊 我觉得她藏得挺深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会咬人的狗 不叫 我觉得这廖敏她就是属于这类的 你看啊 每天跟人似的 你看 不念声不念影的 其实她心里怎么想的 这咱谁知道啊 是不是 有的时候我就想吧 她呀 妈妈 那不廖敏吗 是廖敏的 她怎么在这儿啊 真没看出来啊 她在家里面把我张叔哄得团团转 你看人家在万语还傍着大款呢 就那男的开那车 一般人开不起 奔驰车那个是 这廖敏还真有故事啊 不定有多少事咱都不知道 妈 你说 如果要是我张叔知道了 他会怎么想啊 明显到吧 真是 真是 老张 老张啊 来来来 张叔 大新闻 来来来来 你想都想不到 廖敏帮大款了 这瞎说 我和彦红刚看见呢 在胡同口 长得挺带劲的 对 开个高级车 那叫什么来的 分驰车那个是 你看了吗 这廖敏啊 深藏不漏 在家不捏生物电影的 老实芭蕉的 这老实人啊 竟干那大事 你看人家 磅上一个年轻的大款 不是一般人 是吧 嗯 不会吧 你们看错人了 不不不不 没错没错 人家大白天我们能看错人吗 再说了那是我跟我妈一起看着的 哎 您要不信的话 带我廖敏回来 您问他 是 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是 怎么问呢 啊 万一不是多尴尬啊 说咱们背后乱嚼舌头跟子啊 我跟你说啊 绝对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我们俩刚刚亲眼看到的 是 您怎么不相信呢 还我就纳了门了 我一说到廖敏就护着他 你这怎么想的啊 那听你说这意思 我护着廖敏不对了是不是 你别老疑神疑鬼的啊 静往歪处想 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 我说什么呢 你干吗这么敏感啊 你看你 越说越不像话了 人家口口声声地管我叫爸爸 我把他当作亲闺女 自己的孩子自己应该了解 我跟你说 我看见了 说他搞对象 你怎么就不太好 妈妈妈妈 我张叔啊 他不相信 那也是正常的 这刚才咱们俩看着的时候 不眼神挺吃惊的嘛 是吧 是 是 不过张叔啊 刚才啊我们确实没看错 那个人就是廖敏 你没看着那男的 看廖敏的眼神 寒情默默的 那廖敏看那男的眼神啊 也是温柔得不得了 那一看那就是一对情侣 人家就算是谈恋爱 就算是半个大款 可大款人品端正 有什么不可以的 是 咱家廖敏呢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小眼神一天给的啊 似笑非笑 羞羞答答地勾搭着 一般拿着什么受不了啊 那眼神啊真的 老的小的一下都能给你勾走 你 你干干嘛干嘛去吧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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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冰同志 有什么指示 我在网上订了两张电影票 真的 几点呢 来 爸 爸 过 爸 还真是你啊 怎么摔这儿了 没事 没事 快起来 办了一下这儿 没伤到骨头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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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是我男朋友 你好 你好 您好 这是我爸 伯父 您好 终于见着您了 您手没事吧 没事 都处了一下这儿 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对对对 爸 去拍个片子 咱们去医院吧 我开车送你 爸 走走走 没事 车就在这儿 走吧 走吧 慢点啊 小敏 正好 我已经把出院费 什么都全交了 叔叔那个手呢 是有点鼓励 但是没什么大事 观察几天就行 多亏你在这儿了 要是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钱 我回头给你 没事 你就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吗 再说了 众人为乐是我的强项 你就别在这儿逞强了 我还不知道你兜里有几个钱啊 我代表我们家人 谢谢你 你这么说好像我是外人似的 你就给我一个表现机会吗 好啊 这次就给你一个机会 表现得不错 正好这两天经理出差我也不忙 我可以多来看看叔叔 走吧 去看看他 不用了 那个 我已经跟他说了 你有急事先走了 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这 这是为什么呀 你不是已经 把我介绍给你父亲了吗 再说他也知道咱们俩关系了 你就不想 让我在老爷子面前有个好印象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现在我爸住院了 一会儿一大家的人就过来了 我不想让你们现在就见面 到时候他们一起来了 我还得一一地把你介绍给他们 那样会影响我爸的休息 他现在要紧的就是恢复健康 你说呢 行 我听你的 那我就先回去 让你记住有什么事 一定给我打电话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爸 真对不起啊 我应该把高飞的事 早一点跟你说就好了 看你现在摔成这样 我心里真不好受 对不起啊 我没事 小米啊 那小伙子我看清楚了 人不错 办事也挺周到 有没有钱没关系 只要对你好就行 你说这话 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其实爸 他已经追求我好长一段时间了 对我特别地好 人呢也诚实 还特别地幽默 总之把我逗得特别地开心 所以我就跟他交往了 只要你看着好 自己满意 我是没有意见 我现在啊着急的是 什么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 老张啊 爸 老张 爸 怎么样了 这是哪个 哪个呢 这还能动吗这胳膊 能动吗 每个事没事的 别大惊小怪的 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鼓裂了 没问题过几天就好了 是我刚离开一块就这样 你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呢 这老年人呢就怕骨折 疼不疼啊张说 别的地儿没伤着吧 没事 医生说了 过几天就好 你们别惦记着我 这还没事呢 这都骨折了 不是骨折 是骨裂 爸 这不是一码事吗 就算您要操心 您也得分对谁吧 对这种人 您操心值吗 是 祸害完这个祸害那个 下一个呀 还不知道轮到谁倒霉呢 你会不会说话呀 老夹枪带棒的 净说我不爱听的 我又哪说错了呀 咱们家为了倒霉的事还少啊 再这样下去啊 这个家呀 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 无稽之谈危言耸听 我自己摔了一跤 跟别人没有关系 不是 哎呀我这不是担心您吗 发什么火啊 我真是搞不明白了 怎么自己清规的话 永远都听不进去呢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我走了 爸 爸明我告诉你啊 您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扫不行 爸 远远也是心疼您 所以才说话冲动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不过廖门你也是啊 这交个朋友很正常的事 你何必弄得神神秘秘的 叫爸替你担心呢 前一阵 我好像也记得 你跟一个男的在一块被我看见了 我当时又觉得你们两个关系不一般 我问你你还不承认 非说那个男的是问路的 你干嘛要骗我们呀 这事都怪小敏也不合适 你爸说了 她的伤跟廖门没有关系 大伙就别说了 说多了对你爸身体不好 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至于那么神神秘秘的吗 要不爸怎么能摔成这样 有完没完了呀 我再说一遍 这是我自己摔一跤 跟小敏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那您要是 还没完没了啦 我要休息了 李总 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 张总他正好不在 您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啊 对呀 我对刘小姐的帮助 非常之感谢 我李大明也算是 见过世面的人 可是我从来没见过 像刘小姐这样 耐心细致 又温柔漂亮 你们公司因为有了你呀 让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今天 我是特意来感谢你 李总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佳琪啊 这个小礼物你一定要收下 啊 这 你要是拒绝 就是不给我面子了 来 行 恭敬不是聪明啊 看一看 爷 李总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拿 对 这小意思不成经理 你一定要收下 一定要收下 好 这 我还想 晚上 约刘小姐吃个晚饭 主要是谈一谈 咱们接下来的合作 你看怎么样 行 难得遇上像李总 这么热情大方的客户 我真是求之不得 怎么能拒绝呢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了 掉下来 我来不够 那不够 我来不够 那不够 就不够 我来不够 我有点 我来不够 那不够 我来不够 这两个人 我来不够 我来不够 那不够 我来不够 你不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突然了 对不起 刘伟姐 你怎么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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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妝 賢妝 賢妝 外樣解決證明你已經懷孕了 根據你預金中期來估算 大概有四十多天了 回去以后好好休息 多注意营养 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 不 大夫 我不想要这孩子 不过你这是投胎 如果能要还是要得好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建议 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还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定 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去考虑考虑 如果真想拿掉的话 你再过来也不迟 谢谢 谢谢 喂 张总 您找我 您说 我周末还没安排什么活动呢 现在正闲着 陪您去见一个客户 行 没事 那我待会儿到公司跟您会合 好 待会儿见 周末来的 张总 我到了啊 佳琪啊 真不好意思 大周末把你叫过来 原来一个没希望的客户 我都放弃了 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突然改变主意 同意咱们的价格和设计方案 还非得今天要见面谈一谈 你看 我这西装都换好了 我知道了 刘总 对 就是他 上回您让我自个儿去跟他谈 结果没谈成 今儿他自己想明白了 对啊 这可真是出乎意料的 他可是个大客户 咱要是把这单生意给谈下来 他真是求主得 可不是 这可是一条大鱼啊 我一听他说要见面 我马上就答应了 走 来不及了 等会儿 张总 那领带麦楼给整理一下 好好好 怎么样 可以了吗 哥 嫂子好 你 你怎么来了啊 我来看看你 这是干嘛呢你这是 我干嘛 我好心好意给你送吃的来了 我爱你们事儿了是不是 金叔 没事儿啊 继续工作 你这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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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看了 你不说什么呀你 你别冤枉好人你 我冤枉谁了 我冤枉谁了 谁是好人的啊 张总的就在公司呢 张九丽 你大礼拜天的 跑到公司来加这种班 你够可以啊 你当我是傻子 瞎子我看不出来 你们的关系是不是 你别老一身一鬼行不行 我这是干这种事儿 去见重要的客户 我没时间给你这样瞎闹啊 我梦谁呢你 你是要转移阵地 到别的地儿月去了是不是 张九丽 我告诉你 你要走可以 但是你今天必须 给我交代清楚 你跟那个小骚伙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要是说不明白 今天咱们谁都别想走 我跟他 能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我能说什么 今天你就放我一马 咱们今天晚上 回家再说行吗 我 我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我来不及了 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啊 佳琦快快快 来不及了快走 你看看这花 都黏成这样了 这一看就是四五天的花 你怎么把它关呀 我验生的时候 它没这么多年呢 可是运到这儿来 它就这样了 好了好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马上退货 所有的损失我们来承担 也不能赔了店的信誉 如果那样的话 这次不仅得罪了陈总 以后我们的鲜花生意 都不用再做了 哎呀 你就别太较真了 咱把那蔫的藏在底下 别人又不知道 你其他花店做手脚的事多了 你知道这次 咱们省了多少钱 好几千块呢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人家主办方陈总 那可都是行家里手 就咱们俩这点小伎俩 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 这不是办门弄斧吗 周立 你赶快去会展中心 把那些不合格的花给撤下来 这时间也来不及了 再说也没人哪 来不及了 你可以找人帮忙吗 好吧好吧 这高飞 没事的时候总在这儿 有事的时候见不着人 这个高飞啊 我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都没接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你干脆打个钉 赶快去吧啊 那得多少钱呢 我还是等等他吧 再说了 可以多跑几个地儿 没准能找到这些品账啊 钱年前 你怎么就看到钱啊 这次我告诉你 我们要是砸了 我们连本代理都得赔进去 这算多大的事啊 至于你跟我发这么大火吗 我赔给你行了吧 烦死了 不管了 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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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啊 这都火烧没冒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没开车 我电话放车来了 所以没接着 你没开车啊 我还指望你带我去琵琶市场呢 经理让我叫出车钥匙 可能还要开除我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公车私用 之前不是开车去展会布置花卉吗 结果我们经理要去市里开会 我没来得及送 他也迟到了 被市里领导批评了 他回来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 让我交出车钥匙 停止反省 真对不起 我刚才太着急了 要不然 我去跟你们领导说个好话 求求情吧 不用 没事了 经理就是急脾气 其实人挺好的 特别同情搭理的 没准过两天气一消 我再做个检查 事就过去了 真没事 我这都是干的什么事啊 要是再让你把工作丢了 我真的要 消灭 不至于的 真没事 没你小的那么严重 咱不是弄展会的事吗 赶紧的吧 对啊 你赶快帮我拿这花 咱们打个低去 小红看见啊 刘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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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啊 你以后在我老公面前放老实点 别那么不自重 要不然 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嫂子 你这大老远跑来就是找我吵架的呀 对不起 我现在没时间 还有 你的话我也听不明白 我刘佳琪只做自个儿想做的事情 不劳烦您来教训我 要不是你挤眉弄眼的来勾引我老公 我才懒得跟你废话呢 你别以为自个儿年轻 有几分姿色就可以来破坏别人的家庭 你这样不知廉耻地卖弄风骚 别人只会觉得你很贱 没有男人会把你当回事的 你知道吗 你说话尊重点 我可不是廖民那么好欺负 让心要为你这张嘴付出道歉 就你这样的德行 也陪叫人尊重 你自己干的事 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千万不要打我老公的主意 要不然 你一定会后悔的 这丑找不到变倍的吗 该后悔的人是你 刘佳琪 刘佳琪 在吧 嫂子昨天来找我 他说我勾引你 说我要破坏你的家庭 我怎么说都不行 他骂我 说我是贱货 最后他还把我推到了地上 我当时 当时肚子疼了就站不起来 最后是一个好心人把我扶了起来 打车到医院 打车到医院 可是孩子 孩子没了 他真是疯了 简直一条疯狗 我 我知道 我现在就是再难过也没有用 看在您的份上 我不想跟他再追究这件事情 我认了 谁让我自己那么倒霉呢 这事都怪我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小琪 你放心吧 我张九丽 不会让你白白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和委屈的 我一定赔偿你 给你一个交代 你还别说 怎么了 我真有意固 不可言 你坐在那边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回来了 你干嘛 我真看着呢 怎么了你 冲锋了吧你 谁又找你惹你了 你看看 看看你干啥好事 什么意思 刘佳琪 刘产 谁的孩子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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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有 有孩子了 我说你放屁 我 干嘛你 你还要打我 我抽你都不解气 我说你 什么时候能不吃醋啊你 张九丽 你跟这种女人在外面有了这种不要脸的丑事 你回来还要打我 你还是人吗 你真是狗嘴里头的不向眼儿来 我真想撕到你的嘴 你整天还疑神疑鬼的 你找人家刘佳琪闹什么闹啊 你不知道人家怀孕了 就因为你这一脚 把孩子给拆掉了 还跟我嚷嚷 我说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吧你 什么乱七八糟胡说八道的 我 我把他给踹刘产了 真是笑话 我告诉你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我都没碰过他 我怎么可能把他踹流产了 再说你看到我打他了吗 你干嘛把这个屎盆都往往脸都走啊 你绑狡辩你 不是 我问你啊 你昨天是不是去找人家去了 去骂人家去了 我是去找过他 我是要去警告他 我让他少打你的主意 但我没有碰他 你不舍字 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不认账啊 你说你这绰谈子摔家里也就怕了 还跑外面去撒眼啊你 我跟你说 这 我跟你说 这绝对是嫁祸于人 我告诉你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我都没碰过他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我都没碰过他 好了 母亲 感谢观看